说新闻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台湾的房贷族问题 把时间交给平均 好台北居大不易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的愿望 就是能够在台北购屋 那根据台湾房屋集团的资料 统计我们2022年台北不同收入者的购屋贷款状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年收入100万元以下的房贷族 就占了45.4%将近一半 那100万到200万元则是占了32% 也打破了我们对于高收入才能在台北买房的迷思 不过我们进一步来观察各收入区间的贷款状况 其中100万元以下的购屋者 建估值是大约落在1947万元 那贷款乘数最低只有七成 年薪100万到200万的购屋者 平均的建估值是在2224万 核贷乘数大约是72.1% 不过其实要在台北买房 其实最理想的状况就是靠双心 也就是夫妻能够合力买房来降低财务压力 另一种情况其实也就是靠爸妈 因为有很多爸妈是担心说子女的薪资追捕上房价 因此就先帮忙来出投期款来购屋 再由子女来缴交房贷 所以才会出现低收入 但是却能够背上高房贷的这个问题 只是为了解决年轻人买不起房的这个问题 政府也推出了房贷跟租金补贴 那过去台北市家庭成员平均年所得上限是 46705元 新北市则是39500元 未来也将放宽至 像台北就会放宽到47533元 那新北市则是到了4万元 那美人名下动产的限额的部分呢 台北市也将调高2万元到32万 新北则是调高3万元到27万 其他TG呢则是调高1.5万元到24万元 那相关的规定最快6月就可以上路了 那至于申请自建住宅贷款利息补贴 跟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 还有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 跟简易修缮住宅费用补贴者呢 所得跟财产限额也会一并的调整 那各地的所得限额除了新北以外 都比先前还要严格 要申请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